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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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今天禮拜四 中荣益开直播的时间 欢迎大家看今天荣益乱乱说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四个主题 第一个微八卦风水 第二个防止缺角的问题 第三个植物的效用 第四狗狗勘宅的能力 各位看到就会知道说 今天在讲的会跟风水会比较有关系 他会跟风水会比较有关系 第一个叫八卦风水 什么叫八卦风水呢 我们都知道 八卦是我们的命理的一个开山 他是我们时常在讲的命理的一个开山 八卦来讲的话 我们首先要先知道说八卦方位所代表的是什么 八卦方位 在地理方位跟我们惯用的一个地理的地图上的地理是上下颠倒左右相反 所以说东边他是在这里 西边 西边 然后南在上 北在下 他当中他是有各个卦位他都有代表的一个意义 这个是坎 坎为北 西北为前 正西为队 西南为坤 正南为离 正东为阵 这边 东北为坎 这边东北为坎 是亘不是坎 亘卦 这个是八卦的一个八方位 这个八卦的八方位 他其实他有代表的人物 他有代表人物 这时候就要记得他是有代表人物的 钱为父 家里的长 为父 主人 坤为母 女主人 这个正为长子 迅为长女 对少女 最小的 好 那再来呢 坎 他是 坎为中男 坎为中男 更为少男 离为中母 好 好 把这一个 各个方位 所代表的人物 你先把他写进去 当中 你要知道 在风水里面 男女是分开计算 分开计算的 男女是分开计算的 什么叫男女是分开计算的 孩子 男生 一组 女生 一组 不是说啊 男女一起混合看 说什么 中女 家里排行老二的女儿 不是 他是女生中排行第二 女生中排行第二 所以说男生 假如啊 你家有五个孩子 男生 他可能是第二个出生的 第一个出生的是女孩子 可是 第二个出生的男生 他就是长子 因为他是男生的排行在第一位 所以说你要知道 男女是分开的喔 这边男女是分开的 他不是在一起计算的 他是分开计算的 所以说啊 你就算是啊 家中五个孩子 男生排老三 但是他假如是第一个男孩子 他就是长子喔 他就是长子 所以说男女是分开计算的 那男女分开计算的一个情况下 头跟尾很好抓 什么叫头跟尾 第一个一定是男生 那最后一个孩子一定是少男 最小的 中间的都是中男 中间的人全部都是中男 也就是说假如家里有五个孩子 老大 长子 最小的少男 中间这三个全部都是中男 所以说中男是最没价值的 你只要抓头抓尾 中间都是剩下 都是中间的 那女生也一样 那我们就要知道说 以现在来讲 为什么可能啊 生育率没有那么高 生育率来讲没有那么高 但是还是有些人的家里 他的生育率也算蛮高的 他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男女他是分开的 他是分开的 所以说要记得男女是分开计算的 那在八卦风水学里面 其实他是一个蛮有趣的 他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东西 在刚开始我在学风水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我也是用这一套 基本上我也是用这一套 那我用这一套来讲的话 我是配合的什么 每个人八字的喜用 他是配合着每个人八字的喜用 各位你要清楚 我是配合每个人八字的喜用 也就是说我先看看他在家中 他的地位是什么 他的家中地位 各位假设你已经自己独立搬出来了 在这一个房子里面 就只有你在住 你就不用管你是哪一个 你就是第一个 你就是主人 男主人女主人 这个是在一整个大家庭里面 这一整个大家庭 也就是说你跟爸妈住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一个状况 假设你已经搬出来了 你没有跟爸妈在一起了 你是一个独立的状况的时候 男生就会在这一边 女生就会以这边为主 因为你是家中的男主人跟女主人 好 这一点是要跟各位稍微讲一下 所以说假如是在家的时候 你上还有父母亲跟你住在一起 就是以这个整个下去算 那假如没有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就是说这个家就是纯粹就是你已经搬出来 你已经独立了 你就是老大 你就是老大 你的孩子就在里面 你的孩子就在里面 好 当这样子计算完了以后 每个家人的位置都ok了 你已经知道该怎么算的时候 这时候八字的喜用 把八字的喜用带进去 八字的喜用 也就说我们八字批完了以后 我们八字批完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到说 假设爸爸他五行喜欢水 那我们要在哪边用呢 这一套风水学在第一太极 也就是客厅 八字喜用 他是在客厅 因为客厅是公共场所 客厅为公共场所 所以说大家都排得到 那个人房间来讲的话 个人房间 基本上是属于个人的空间 所以说假如他的个人房间的话 基本上他都是属于 第一个他男生个人房间 第一个就是男主人 第二个再看看他是家中排行哪一个位置 在另外一个位置在做动作 所以说假如是个人房间的话 男生先找西北 然后再看看你在家中的位置 女生先找这一个位置 因为你在那个房间你最大 再找看看你的另外一个 在家里的地位在哪里 你必须要这两个去同时用 你假如八字在客厅里面 八字像我爸爸他需要水 记得客厅里面是尽量不要有水 也不要说摆了一盆水在那一边 那个会把气全部停止掉 这样子的话在客厅会没有气的时候 你那房子可能会变鬼屋 所以说我们不是摆水 就是说他八字假如要水的话 我们会给他什么 可能摆个鱼缸 一只小鱼在这一边 鱼要怎么画 有尾巴随便画章鱼也行 然后有气泡 鱼缸在这一边 那这样子 他在这个位置西北代表父亲 他在这边用鱼缸的话 不错 对爸爸有帮助 那同样的呢 假如妈妈 妈妈他八字需要土 那我们就在客厅的西南方 这边摆水晶球 水晶球 摆在这里还会发光 这样子 对于妈妈在无形中他的这个位置里面 他就有帮助到妈妈的这个特性 他会有帮助到妈妈的这个特性 那同样的假设我们在我们房间里面 房间我是老大 我又是长子 我是家中的长子 这时候我就要在这两个位置 去下 我就要去下功夫 我需要火 那火要用什么呢 你就可以用啊 炎灯啊 炎灯属火啊 对不对 那不然就是什么 电脑嘛 像我的话就会在这边摆一个电脑 电脑很火啊 或者是电视很火啊 我就会摆在这里 因为他是电器嘛 他是电器 我就会这样子摆 当我这样子用的时候 其实在无形中他就会加强 这两个位置 他就会无形中加强我所需要的一个五行 所以说各位 这一套八卦风水学来讲 是对于一般人来说 他是一个最简便的 他是一个最简便的一个调整 对于个人运势的一种调整法 他是最快速的 他是最快速的 当然他跟正统的风水学比起来 他是没有那么厉害 可是最起码他是根据你八字去做调整 所以说这一套风水学 他可以跟任何一套风水学再去做结合 然后根据八字的使用再去做辅助 他是一个辅助学喔 他可以单独拿出来 但是他也可以配合任何一派的风水学在这样子去辅助 所以说在我的房间里面 我的房间里面 各位你看到的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正方 他就是我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 他是房间里面的正方 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子 所以说我的房间里面 我先排在这一边用电脑 因为我要火我的电脑都是在这个位置 我的西北方也有 我的西北方也有 西北方也是我重点的位置 这两个位置是我很重视的位置 所以在这两个位置里面 除了我会考虑到其他的派别以外 我还会再特别的去注意我八字的使用 而在这两个位置去特别做手脚 所以说其实这一套风水学来讲 他可以用在客厅 他也可以用在房间 但是在房间里面就必须还要再看看他是男是女 他假如是男生 他是家中排行老二 中男他就要在中男这个北方这个位置 他就要去做调整 然后在西北这个位置 他也要去做调整 假如他是长女 他就在那个房间里面的西南方做调整 然后东南方因为他是长女 所以说他也要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这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八卦风水学里面的一个很好用的地方 当然你假如不会批八字 你抓不出他的用神的话 你就只好用最简单的试剂法 这边我就跟各位讲解一下试剂法 试剂法就是所谓的调后法 那他是以哪边去判断的 他是以你的月之去判断的 八字有分为年月日时 这边是天干下面是地支 然后他是以一二三四五 所以说有八个字 有八个字 他以这一个字为重点 你以这一个字为重点 所以说你假如是银卯成 你这个字是银卯成 这三个的话 你的用神是金 那你假如是四五位 这用神是水 四五位用神是水 那生有序 用神是木 用神是木 亥子丑 用神是火 假设你不会批八字的话 你想要稍微帮自己加点运的话 各位用这种方式去看 这是最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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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 但是基本上应该有六到七层 六到七层可以用 六到七层可以用 这是试剂法 试剂法的一个简单的用法 一个简单的用法 再来就是我们房子很容易遇到缺角的问题 我相信 房子来讲很容易有缺缺角角的 缺角的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你会买一个房子 结果他不是正方型的 结果他是给你缺一角 他变成是这样 那假如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 你要把他补 用虚线把他补齐 照样要划分九宫 那他假如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 他就是正式的缺角 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 缺角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这个挂位 已经有三分之一不见了 那其实 房子你好 你好 也就是说 这个缺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 那他就是缺角 超过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大于三分之一 表示他这一区块就很弱 他这一个区块的气就很弱 他这一个区块的气就很弱 但是你要先知道 缺角是不是一定对你有所不好 答案不一定 答案是不一定的 看看跟你有没有关系 所以说你必须把八卦的那个位置 跟所有代表的人物做结合 今天他假如缺一个角 他是缺一个西北角 西北角对男生就一定不好 因为在房间里面我是老大 那就代表是我 但是他假如缺的是一个东北角 我是家中的老大 东北角管我屁事 东北角是家中的小儿 就是最小的儿子 我不是啊 我是家中的大儿子 那个就没有什么关系 那个就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你必须要去配合 所以说缺角的一个部分 你还除了他大于1.3以外 第二个你要考虑的是什么 缺的位置代表的人物 缺的位置所代表的人物 不是缺什么你就害怕 对不对 我什么都不怕啊 缺什么都不怕 我最怕缺钱而已啊 你缺钱我就活不了了吧 所以说重点啦 重点啦 对不对 不是什么缺你都怕啊 对不对 我相信各位缺钱你就很怕 为什么 因为那个我要过火啊 那个就是重点 你缺到了重点你才会怕 不然的话缺工作没关系啦 阿嬷还有存款可以放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些东西啊 缺到不是重要的点 你不会担心 所以说你遇到不规则形状的房子 无所谓 无所谓 但是啊 你要先看看 是不是缺角1.3以上 因为或许对你没有影响 可是呢 你的下一代可能有影响 因为他出生以后可能 他这个位置就可能是代表他 就有可能会影响 所以说对你自己本人啊 是不太会有影响 但是下一代不一定 所以我们一般在选房子 尽量是能够方方正正 尽量能够方方正正 所以说这两大 你要去把他 去把他做一个配合 去做一个配合 所以很多人啊 其实房子最怕缺两个地方 就是西北角跟西南角 因为那是家中的男主人跟女主人的位置 家中男主人跟女主的位置 所以说其实真正害怕是怕说缺西北角或者是西南 因为这两个位置是男主人跟女主人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比较害怕缺这两个角 其他的角基本上 假设还没有要生下一代 基本上是比较无所谓 基本上是比较无所谓 但是很有可能他也会印证到你在家中代表的地位 什么 我是家中的长子 结果缺了一个东边的角 我没有缺西北角 但是很有可能他会印证到 我是家里的男主人没问题 但是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子缺了一个西北角 可能我住进来以后我的身体会变差 我的身体会变差 这一点要去注意 所以说缺的位置所代表的人物 很多人就说老师这该怎么办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然把他补起来是最好的 当然是补起来是最好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简单 有的时候缺真的是缺 你怎么补也没用 那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对不对 是不是就各位就有听过很多方法 在这一边看什么位置 摆什么动物在那边 有没有屁用 基本上没什么屁用 基本上没什么屁用 你不要说 成方 那我就摆一条龙在那边 那假如是续方 我就摆一只狗在那边 想太多 你摆那个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你摆也不会出现 你摆也不会出现 红进来 你好 所以不要去想说 你缺什么方摆什么东西 这个是有书上有这样写过 当然我是笑一笑 有那么好用就好了 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还是有一些方法 还是有一些方法 什么方法 其实你可以在缺的角这边摆植物 摆植物要干嘛 其实植物它具有氧气的作用 它可以引气的作用 它可以加强所缺的 缺就是代表说 这个方位的气很弱 八卦不全 所以说它的气八卦的一个气并不是很 在里面很完整 它是不平衡的一个状态下 所以说你可以在这个缺的角的部分 你去摆植物 那摆植物来讲 植物的效用 各位 他就是第三个步骤了 从第一个八卦风水学到第二个缺角的问题 到第三个植物的效用 其实在风水里面我最常用的是植物 我最常用的是植物 不是大家所看到的什么八卦镜或者是罗盘 罗盘只是 我再测量方位 它是我的工具而已 它不是一个化煞物 它不是一个化煞物 口渴的先喝一下两个 星红明你好 谢谢你的鼓励 张新邦长知识 知识记得要会用 不然的话知识很快就会忘记了 你就要再重新再重新再学 第一个八卦的方位 代表的人事物 用八字的洗用去帮忙 缺角的一个问题 缺角的一个问题 他很有可能会影响到那方位的人 好像有一些人 他可能生不出孩子 他生不出男儿 为什么 因为他家中可能缺东方 东方是什么 长子 长子没有了 怎么可能会有中男 怎么可能会有那一个少男出来 第一个儿子就没有了 后面都不用讲 有的人可能都生不出女儿 可能他的方 他家的方位是缺了东南角 很有可能是这一些现象 所以说缺角的一个房子 他会有这一些情况 虽然跟你自身 你假如不是那方位的人 他可能影响性不大 可是可能对你的下一代 他就是有影响 他就是有影响 当你的房子出现了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缺角了 他没办法 谁叫当时候买房子的时候眼睛没看到 对不对 眼睛瞎了 就只想要有一间好房 就想要买一间房子 管他的闭着眼睛就买 买了进去以后才眼睛突然亮 对缺了一角 完蛋了 假如是缺角的话 各位我刚才有讲过 你在缺角的外面 请在外面 房子的外面 摆植物 我刚才讲的 在这边摆一些植物 把它摆植物 那植物的效用就在这边会出现 我们一般 各位假如知道我一般都是用植物化煞 植物他具有两种效用 第一个是化煞 第二个是氧气 它有两种效用 它有这两种效用 所以说我会在外面摆植物 让这个植物慢慢的把这个气场 因为它缺 看能不能够把这个气场养起来 看它能不能够把这个气场养起来 所以说很多人他就用了很多方法 这边挂八卦镜 不然这边看是哪一个方位挂什么十二生效 基本上效用都不大 那个都是什么 意念 用意念 意境 意念 好的意境 好的意念 就很像 叫你叫乖乖 你就真的会很乖吗 说不定你的本质叫坏坏 对不对 你的本质是坏坏 不是乖乖 你再怎么叫也没有用 一定要有方式去调整 一定要有方式去调整 不是用想的 你还当你以为你是什么念力 或者是什么秘密里面的 想像成真这样子 或者是吸引力法则 吸吸吸吸吸吸 想太多了 这些都不是风水的东西 不要想太多 你也吸也吸不过来 顶多让你吸一杯咖啡就好了 有吸到一杯咖啡 你已经算很厉害了 我这样跟你讲 问题我们不是 这个是防止整个地基 整个都出问题了 所以说靠植物的力量 靠植物的力量 在植物 他的力量会慢慢起来 当然 一定要让他长得什么样 茂盛 你不要让他要死不活的 要死不活的赶快换了 要死不活的 表示说他那个气场 植物跟人不一样 你要知道植物他是由根吸气 植物是由根吸气 所以说当那个气不足的时候 植物他就会枯萎 我们人不一样 我们人是由头吸气 植物是根 我们人是由头顶吸气 所以说假如说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头上面是窗户的话 窗户是散气用的 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是要吸气 结果他在散气 你会越睡 睡得越久 你精神还是很差 所以说假如你的头顶是窗户的时候 就是把他关起来 这个效用会降低 那个不良的印会降低 植物他是由根在吸气 所以说当这个地气没有很旺的时候 这个植物你就算再怎么照顾 他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地气就不行 所以说他就会很快的就枯掉了 在这时候你就只有用大量的换植物 一再换换换 换到让他植物可以长得很茂盛 这样子就会把缺角的一个问题降低 各位降低而已 因为他毕竟他就是一个问题 除非你把他补起来 不然的话他永远是一个问题 就很像我跟各位讲的一样 我一只眼睛坏掉了 我再怎么装一眼 或者是再怎么遮 我就是已经没有一只眼睛 我就是永远就少一只眼睛 他就是这一种状况 这个就是行家的一个特色 除非你就是把他这个缺点直接改进 你要把这个缺点直接改进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缺角的问题就不见 不然他永远都存在 他永远存在 你就只有靠这些东西降低他的不良的效用 降低 去降低 要记得我们人没有那么厉害 我们人 没有那么厉害可以改变大自然 然后我简单来讲说我们人的科技这么进步了 连一个气候都没办法控制 更不要讲说这个大自然的一个气场 这个大自然的气场我们人更无法去控制 顶多可以让他好一点点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说各位不要听了以后说 我们人就这样子 对 没错 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可以把他稍微用的 不错 稍微把他用的好一点 从不好变成小小的不好 这是可以做得到 好 让他变为稍微的再更好 这样子是做得到的 但是你不可能从一个很烂的地方 马上把他变成起死回生 那是很难很难 就很像一个人已经到冰死的状态 你突然给他来一个神仙庙 那个庙单给他吃了 突然活蹦乱跳 那个叫做回光返照 然后那个过没多久 就死掉了 都是一样的 人跟这个大地的气 我们人有什么状况 大地的气也是那种状况 你只能够慢慢的去调整 而不可能在短时间以内 让他马上就恢复到生龙活 而且你还要知道 房子是建在土地上 所以说你只要看你四周围的一个情况 只要四周围全部都有钱人 恭喜你 你那一块附近全部都有钱 代表那一块的地 地狱现在的气很旺 你很有可能也会变有钱人 你假如像我这样一看 隔壁这个都苦哈哈的 再看一看 那个搬走了 我就大概知道了 这个地段就不太行 我再怎么催旺 都有限 因为房子是建在土地上 土地是这一个房子的气场的一个来源 土地是这一个房子的气场来源 所以当你的附近都很弱的时候 你基本上你再怎么催旺都有限 你再怎么催旺都有限 假如你附近都很不错 都是那一种很赚钱的公司 很赚钱的银行 甚至隔壁那个就亿万富翁 我跟你说 租了 住下去了 那可能过没多久你也跟着起来了 因为那一个地段就是这么有气 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讲一件事 风水的精华叫物与类聚 风水的精华是物与类聚 看看你家的邻居是什么样子 基本上你跟他差不多 看看你家附近的邻居是什么样子 其实你跟他差不多 所以说我们就看看 假设你真的有这一种情况 这个是一个改正的方式 洋宅风水是让你住的平安 让你住的平安 所以说在住的平安的前提条件下 再让你可以赚点钱 再让你可以赚点钱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好 你假如是商家就不一样 商家是要赚钱的 可是为了赚钱可能身体会不好 我之前就有因为帮人家做这一种 他那个地段真的太差了 真的很差 前面有壁刀 右边又是火车铁轨 每天在那边火车跑来跑去 前面又是山坡地 所以说在这种地段 基本上是很烂很烂的一个地段 可是他没办法他在那边开店 我到最后只有帮他把这一个气场 让他望起来 他会赚钱 他会赚钱 但是他的身体也因此而出问题 所以说很难两全其美 很难两全其美 能赚钱可是身体也跟得出问题 所以在不好的环境下 真的以我们的眼光来讲 我再怎么调整都有限 我有的时候真的我只能够说一个字 搬 能搬就搬 能搬就搬 没有的话真的没有办法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不要以为风水师什么都有办法处理 很多东西是完全没办法处理的 很多东西是完全没办法处理的 因为毕竟大自然的力量 绝对不是单单的一个命理师 风水师有办法去把他扭转全坤的 毕竟人就是人 不可能变成神 神还比较有机会说定可以掌控大自然的一个情况 但是人就没有办法 人就没有办法 因为风水说到底他是叫做 顺应大自然 如何跟这个大自然 合而为一 人家讲的天人合一 他就是这种状况 他是顺应这个大自然 他不是对抗这个大自然 你也不要想说开运物 开运物 我简单讲 台风来了 你拿一个八卦镜去挡 不是开运物吗 你看那个台风看到八卦镜会不会转向 会转向才有鬼 对不对 不然拿个罗盘 你的车子坏掉了 拿个罗盘去压看看 看车子会不会自然好 还不是一样 还不是要牵到车厂去修理才会好 重点在哪里 所以说你就要知道 把该处理的先处理好 不然你在那边搞那个知为莫节 没用就是没用 没有用就是没有用 只是白花钱 然后又花钱花时间又没有效 很多都会这样 所以请了一个大师来 结果到他人家家里看 大师说这个给他一个符咒 他妈风水什么时候跟符咒有关了 结果他一个家里这边一张符咒 那边一张符咒 那个看的我也不想去 你看了你会觉得怎样 当然能闪就闪了 还用符咒 风水什么时候还用符咒了 所以说各位 是不是就倒果为因 去专门只是重点没有去处理 反而去处理到知为莫节的事 反而很容易 源头没有处理完 他一直一直不断的在产生病因 结果你一直在处理他后面所造成的结果而已 病因没有处理 那真的是毛病会不断 毛病会不断 所以说记得 假如是遇到这种缺角问题 我一般都是在房子的外边去摆植物 外边去摆植物 然后好好照顾这些植物 这些植物假如真的好的起来的话 那缺角的这个问题 他是有办法降低的 他是有办法降低的 我们靠的不是意念或意境来改变 那个是佛学家 宗教家很喜欢用的东西 那个不是风水的东西 所以你要凭着意念 然后让他扭转乾坤 想太多了 你再怎么意念 你也不可能这样子 这样子可以穿过墙 你还不是一样 这个是墙头好痛 意念都假的 废话 意念本来就假的 你却穿墙才有鬼 对不对 你再怎么努力 你还不是一样 你还倒不如拿一个电钻 打穿过去的 走过去还比较快 对不对 还要用意念 那个就叫风水 风水就是 要靠实际的东西去处理 你不要给我用意念 各位不要犯了这个问题 那其实 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勘宅的风水师 你假如请不起钟荣毅 因为钟荣毅勘宅很贵 而且请了也不一定有效 说一定来勘宅 你请他来勘宅的时候 原本抱持着很大的希望 希望他把你调整 然后让你变成大富大贵 结果他竟然跟你讲说班 完蛋了 那麽一万二不是白花了吗 对不对 得到的一个答案竟然是个班字 那假如这麽简单的话 我干嘛还请你来勒 对不对 对不对 有的时候就 怎麽叫我班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 有一个东西比我们风水师还厉害 叫狗 其实狗 他是一个活动力非常强的动物 他猫活动力很低 所以说猫比较没有这种效益 猫你看他实际上就趴在那里 静静的 可是狗你就要静在那一边很难 狗很好动 所以说狗他具有好动的一个特性 那猫比较没那麽好动 所以说其实在动物里面 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他是天生的风水师 就是 所以说你要看宅的时候啊 很简单啦 你抱一条狗 有没有 就抱 抱去以后 就放到他房子里面 他假如狗在里面很喜欢跑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然后还在里面 大小便 我敢跟你说这个房子很好 你就不用想太多了 什麽左青龙右百五千出却后玄武 不用管了 不用管了 为什么我们人要定出这些条件 是因为我们的第六感 没有像动物这麽强 你要先知道我们的第六感没有动物的强 所以说我们才会设计出这麽多条件 然后一个一个去符合以后 我们才比较能够安心的去入住 是因为我们人有文化文明以后 其实我们天生的第六感已经消失了 没有那麽强烈了 除了女生在抓男生外遇的时候 那个第六感很强以外 其实再来就没有再多强了 就算他眼前他是个色狼 他可能也感觉不出来 所以说女人的第六感就只有在 对方外遇的时候特别厉害 其他的都不行 所以说你不要想说靠女人的直觉来选房子 我跟你说绝对90%都会选到错的 所以说你要靠狗 不是靠女人的直觉 女人的直觉没有用 是狗 狗来讲天生的受性他们都还有 那当然了 人有白痴狗也有白痴 除非你抱过去的就好死不死是一只自占狗 那我也没有责 那一只自占狗我也没有责 但是假如是一个聪明才智普通的狗 来讲的话 通常他的风水师的这一个效用 会等同是一个有学过专业的命理师 就是差不多 会差不多不会插到哪里去 他不会插到哪里去 尤其你在看他假如狗狗在里面很喜欢跑跑跑 然后就趴在那边休息 然后又到哪边尿尿 这几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位置 各位要记得喔 为什么 你想嘛 你身为人你会在外面大小便吗 不好意思吗 又不舒服 你当然喜欢在厕所马桶坐着 坐着还要边滑手机 看到林志玲要嫁了 你看得很高兴 那你排便你也很顺利 你心情愉快 狗也一样 当然狗不会滑手机 狗不会滑手机 但是他会找一个他觉得最舒服的地方 在大小便 所以说他假如肯在你这个房子里面大小便的时候 表示这一间房子是不错的 这一点很重要喔 你们不要看到大小便 他妈抓起来一直拼命打他屁股 说你不乖 你不乖 不对 假如还没有买房子的时候 这个是好事 要说感谢你 我知道我的财位在哪里了 各位 要这种心态 不是说你不乖你不乖 怎么可以在房子大小便呢 我还没有买你在这边大小便 不是 是他在里面大小便的时候是 那个位置很好 那个位置很好 这一点是人家通常不会去思考到的 因为你要上厕所都要一个舒服的地方 狗要不要 他当然也会找一个他舒服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狗天生来讲 他是一个很棒的风水师 而且狗他具有另外一个特性 因为他好动 我们人没有像狗那么好动 你看你坐在电视 那个椅子上电视一开你就趴在那里了 你唯一会动就是转遥控器 那现在你连遥控器又不想转 你只会滑手机 原本还是动大拇指 现在是动食指 所以说越动越少了 所以我们人越来越懒了 有的时候你还不想动 现在手机还可以发你要用声控的 所以说我们人越来越懒了 我们人没有那么好动 但是狗狗没有这种东西 你给他看手机他哪看得懂 他就是到处跑 他就会到处跑 所以说狗在好动的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旺宅喔 狗是可以旺宅的 所以说假设你就觉得 哎呀你家最近不是很平安 就把狗从外面牵进了你房子里面 让他去跑看看 让狗在里面跑 狗一跑的时候气会动起来 这个气会动起来 你房子的气场会动起来 你的房子的气场动起来的话 他的怎样 宅的气会比较旺 宅的气会比较旺 因为我们人基本上不太喜欢跑来跑去 我们人比较不喜欢跑来跑去 所以说利用动物的方式 让他在房子里面跑来跑去 让这个气场能够活起来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 你在房子里面你去烧香 假设你房子的气真的很不足的时候 这个香几乎点不完 到一半他就熄掉了 那你就会知道说 氧气量不足 我们就简单讲的 科学来讲就是氧气量不足 所以在这一种氧气量不足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人来讲的话 呼吸自然吸收不到氧气不够的时候 脑袋就空空的就笨笨的 做事就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说烧香其实他是有 有办法也可以加速气动 烧香也可以加速气动 叫狗狗来跑来跑去 他也可以有气动的这一种现象 所以说你可以在家烧什么 谈香 闻闻香香的这样子不错 谈香 或者是你家有祖先 拜拜祭拜这些都不错 然后你要去看 转头看怎么香怎么烧到一半就灭掉了 那你心里就有抵爱 可能要窗户要时常打开了 让那个氧气能够多点进来 让氧气能多点进来 第三种的话就是在室内 植物我刚刚有讲过 他其实在室内他也是可以有办法的 他也可以旺植物 这一种植物来讲的话 要大叶的植物 叶子要大一点 最好能够晒到阳光的地方 大叶的植物 大叶的植物 然后能够晒到阳光的 这些是这个是来催旺 让房子的气能够旺一点 旺一点 其实这几个都是原理都一样 都是要让气场动起来 让气场旺一点 但是你在用植物的时候 你要注意 人跟植物他有一个比例 植物在外面 在房子外面他属羊 可是植物到房子里面会变阴 他会属阴 所以我们人跟植物的比例 人跟植物的比例 一般来讲 2比1 两个人就一盆植物 你只要你一个人住一盆植物也OK 不能够太多 太多反而会变过阴 会过阴 因为毕竟来讲 植物到晚上的时候 也跟人一样是行呼吸左右 也就是说你在呼吸他也在呼吸 所以说二氧化碳更多 二氧化碳更多 所以说他虽然有进化不好的 这一个方 那个功效 但是他同时晚上他陪你一起呼吸 他晚上陪你一起呼吸 所以说植物不能太多 植物不能太多 你不要说一听到植物很多 都有这个好处 家里全部都变植物园了 到处都是植物 这样子人也会怪怪的 因为人会变蛮阴的 阴阴的 所以这个人都会 个性上会有点怪怪的 所以植物的比例 这边你也要去注意 植物的比例你也要注意 不要超过 真的不要超过 不然的话植物太多的话 我说过了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满房子 都被植物攀附的 那个连阳光都照不进去 你说植物很好 我都不信 那一种的反而很阴 为什么 因为植物它把阳光都遮住了 植物它又本身又含水分 这个房子会变成水分过多 那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潮湿 一旦潮湿的一种情况下 就很容易会引发这个东西 鬼 在八字里面 他是这一个字 我们都知道叫做 我们一般叫念癸水 但是其实他真正的发音是鬼 然后他本来的写法就是鬼字 但是因为中国人很忌讳这个字 到最后才改为这一个字 所以说过潮湿的时候很容易会遭音 过于潮湿的时候很容易会遭音 所以人跟植物的一个比例来讲 不能够太过悬殊 不能够太过悬殊 这一点各位要记得 在狗里面 为什么啊 其实狗来讲 他在十二生肖他是蓄土 那蓄土他就是雾土 他就是雾土 雾亏一合 他会变成火 水变成火 那就代表什么 鬼消失了 狗本来蓄里面就是火土 他没有差 所以狗天生也会有一些 就是驱魔的一个效果 当然是要越大只的狗 越有生气的狗 这个能量会越强 小狗来说也会有啦 但是他能量比较没那么强 所以其实为什么狗 有的时候人家说狗有阴阳眼 他看得到那个东西晚上会吹高雷 这样子 有没有 所以那个是看到鬼 我是不知道 但是假如以八字的理论来讲的话 其实狗天生他是一个风水师 他其实也是一个驱魔师 狗天生也是 因为他雾亏一合以后会化成火 本来火就会来生土 他没有差别 但是水变成火是两个完全属性相反的东西 那就表示鬼消失了 那这边也跟你讲说 其实你要假设你的房子 假如真的产生了这一些不良的印的时候 第一个他一定是怎样 那印他一定是什么样的情况 一定是湿啊 所以说一定要让这个房子干燥起来 要让这个房子干燥起来 也就是说所有可以造成这个房子 积水潮湿的这一些元素要全部拿掉 要全部拿掉 所以说要让房子干燥 那一旦干燥了 他水气消失的一种情况下 这一个房子就会自然而然的 就阴气就会比较没那么重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洋宅里面 有一个叫做火烧天星 也就是说在房子的正中央去烧火 那你也知道烧火他要干嘛 他就是要烧火的时候 他就是会形成一个气旋 你也知道旋转吗 因为火在烧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旋转 他是一个逆旋的 逆旋的一个情况 他会在那边一直旋转 然后火一直在这边烧 那外面的气场就会被他引动进来 他这个可以加速他防止吹望他的气 那第二个火的特性他可以怎样 让这一些湿会比较赶他出去 因为火可以让湿气比较降低 所以说其实他会有这两种的一个特性 第一个把气场从门外窗户那边大量的引进来 因为他必须燃烧就要有氧气 所以说让那个气赶快旺起来 第二个是降低房子的湿气 他有这两种效用 他有这两种效用 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会在房子的正中央他去烧 烧那个金子 他有这种用意 他是有这种用意的 所以说各位 就是这一些东西当做个参考 当做个知识 跟各位分享 希望各位以后不要再犯了一些 用了想的去处理问题 想不会处理问题 要实际去动作 他问题才会处理掉 问题才会处理掉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